入境處港島人事登記辦事處 在剛過去的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兩日公眾假期加班 推出特別服務日 提供各類型的身份證申請服務 當初聽到部門想公眾假期上班消息 其實我都有點難處 因為公眾假期亦都有一些個人計劃 陪下家人或好好休息 但是眼見有這麼多市民 其實他們趕著回香港做身份證 亦都很明白理解到部門有這樣的需求 和這樣的決定 而自己當初加入部門的時候 亦都有心理準備要隨時後命 在部門有一些特別安排和決定的情況下 我都會去全力作出支援 在入境處同事協力底下 兩日的特別服務日 由原定計劃處理1300宗申請 最終超額完成 一共處理約1500宗申請 其中包括200宗未經預約的辦理遺失 或損毀身份證的個案 另外入境處在星期三起 推出兩項優化預約身份證申請的安排 年滿11或18歲 並且堅持有香港身份證 而需要換領兒童或成人身份證的人士 可以預約在人事登記辦事處的延長服務時段 辦理換證手續 另外可預約的日子 亦都由24個工作日 延長開到96個工作日